张伟平 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总事长 电影制片人 近15年来 张艺谋的所有电影作品都是和张伟平合作拍摄的 他们俩的组合会成为中国电影圈的黄金搭档 就我们现在一提张艺谋 很难把这二张完全分开 因为张伟平这些年跟张艺谋基本是梦不离交 那么他俩怎么认识的呢 张伟平的老婆是龚丽的贴感粉丝 他们在一次圈里人聚会的时候 那时候张伟平认识龚丽 吃饭的时候龚丽一个劲儿给张艺谋加菜 他就好奇了 龚丽这么大腕儿大美女 对张艺谋这么好呢 看来这个男的不一般 那个时候他开始觉得张艺谋不是一般人 那么不长时间双方就熟了 张伟平提出我请你们吃饭 把这个龚丽张艺谋都叫来了 他一看张艺谋吃饭也太老土了 就爱吃羊肉泡馍 一碗面在那吃饭一天觉得美味的不得了 他就有点瞧不起这张艺谋 这太土了 说什么最好吃 张艺谋说羊肉泡馍 张艺谋说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这天下有多大 北京城好吃的东西多了 这么着吧 我就非改造改造你 我带你去吃去 结果俩儿子一吃吃出友谊来的 一直到1996年前后张艺谋当时接了一部电影 有话好好说 那这张艺谋跟龚丽刚分手 当时投资方以为有话好好说还是龚丽主演的 所以答应投两千多万 可一听说什么 没有龚丽这里头 男主演姜文李宝田 女主演驱影 算了 马上把投资额缩到不到一千万 过一支又只到账六百万 这时候张艺谋就知道 投资方不信他 不准备投了 可是这时候他已经攻上前刀出窍了 不干不行了 把他给筹去 我上哪找我这钱去 因为张艺谋不善于交集 也不认识多少大款 有一天张艺谋找了吃饭 吃饭饭桌上 张艺谋就一脸愁容 张艺谋说大哥你怎么了 张艺谋说 哎呀我这跟你说吧兄弟 我拍片子没钱 这有话好好说要搁钱来 张艺谋说没钱 我有钱呢 你说得用多少钱 张艺谋说那可不是个小事 我不能麻烦你 那差两千多万 张艺谋说不就两千多万 我以为两千个亿呢 没事我跟你投 张艺谋一看这么事 拿好麻烦你 再我把本子拿来 你看看咱商量商量 张艺谋说不用 我信着你 你是专家 我看本子干啥 你看吧 隔两天张艺谋一看没动静 甚至自己找张艺谋 你那边有动静没动静 我已经告诉会计了 随时给你画账 就这么着 张艺谋掏了两千多万 把这个片子整个就给拍下来了 把这个片子整个就给拍下来了 拍下来之后又没动静 张艺谋都着急 说你看你投资的 你是制片方 你等于 这发行你得管 张艺谋说还管发行的 发行干嘛 不就卖片子吗 我干嘛 不是我会 张艺谋以为这事很简单 就杀到这行里 说我来给你搞发行 结果一搞的发现板不是那么回事 这行水很深 他也不轻重 结果只卖了八百万 搁在一起 他等于最后这片子 净亏了一千八百万 把张艺谋心疼够呛 就这多对不起朋友 你投资我成本没给收回来 还亏了一千八百万 张艺谋说你别着急 我吃一千涨一致 这不就做码了吗 我这么些年干嘛 我不知道 接下来我就做你片子 你所有拍的片子 我来给投资 我来给发行 但这回亏不要紧 下次转回不就完了 就这么着 一九九七年 他们成立一个新画面 电影公司 张艺谋说 我只做你张艺谋的片子 两个人这时候就开始合作 接下来拍的是 一个也不能少 都会什么 会唱歌 来唱吧 我们的中国是花园 我这班学生 一九九八年出品的电影 一个都不能少 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真是感人 一个都不能少 荣获第五十六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金师奖 一个都不能少的拍摄成功 标志着张艺谋和张伟平的合作 不如正归 反正陆续的一些小投资文艺片 古都来古都去 当初亏着点钱 一点点就赚回来了 这个时候张伟平通过这个也琢磨出来了 这个市场是怎么回事 他就跟张艺谋商量了 光拍这些文艺片不行 你看你光顾搞影评的 那些理论家 说你这片子好 那不行 电影片子要挣钱 还得观众认可 得走观众路线 所以那至张伟平已经开始入道了 他开始主动引领着张艺谋往前走 诞生了好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片子 比方说英雄 十面埋伏 后来的金灵师三拆 2008年之前的满城近代黄金奖 还有2008年之后的三强单身 尤其是英雄这个合作 使两个人 这个二张搭档 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 当时还没有哪部电影 敢像张伟平这样 在前期宣传就砸出2000万 那个时候 卧虎藏龙作为大车 进到中国市场来 不过收获了票房1400万 票房才1400万 当时张伟平就敢在英雄 宣传上砸出2000万 动用各种各样的效果 什么首映礼在人民大卫堂开 然后跟记者之间这种打交道 搞各种各样的宣传故事 当时张一谋都害怕 这砸什么些钱不更得亏大 觉得说英雄后来的票房 张一谋完全没想到 国内市场2亿5000万 国际市场1.77亿美元 大风筹 两个人大转特转 这令张一谋自己都没想到 也令电影行业的 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想到 说实在张伟平这么干 也存在一定的冒险 但是正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那个时候老百姓 有好多 后来人考察一下 说看英雄的观众 有80%是这些年 没进过电影院的 不看电影的 就因为有这么个片子 重新来了 所以等于英雄 一下子把中国商业电影的市场 给搅和了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 第一部武侠剧片 英雄无疑是成功的 张一谋这一回的 一手组织谋 用中国传统绘画的 大写一笔法 把中国的哲学 文化 历史等诸多元素 浓缩在 没轮没换的画面当中 开创了一个 古侠片的新境界 英雄 以铺天盖地的营销模式 2.5亿的票房 1780万的 音像制品版全拍卖收入 开启了中国式 商业大片的时代 接下来十面白河 又在工人体育馆开手艺室 还把刀狼请出来唱歌 那也是轰动一时的佳话 就这么着 在这条道路上 两人开始了一路狂奔 可是 你在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张维萍研究外围的事 张艺谋研究核心 但是一点点合作的过程当中 张维萍开始逐渐干涉到 剧本的创作 演员的选择 甚至整个故事情节 张维萍以前跟张维萍合作 张维萍有两个不看 一不看账本 二不看剧本 但是合作合作着 张维萍要干预 十面埋伏的时候 张维萍追求更好的效果 在乌克兰要种花 不能说这不是花地 现在一看是花地 但是这个只是在草地上有花 不是一片很矿很多 这个花地远远不过我们的家家 他连数据 五分都没打到 对吧 这是张维萍的意见 就是你这等于投资上没考虑到 以往张维萍有这个原则 只要你张维萍签字的条 我都报销 一定报销 在满城近代黄金甲拍这个片子 张维萍就提出来 不能完全听你 为什么呢 你周润发和巩俐组合 两个老家伙合在一块 没有实际号召力 所以在张维萍强的建议下 把当时的歌坛巨型周杰伦拉进来 就是为了拉着跟观众的距离 到后来拍《三长三眼惊奇》的时候 张维萍甚至把整个剧组带到兴光大道上 兴光大道是老百姓的舞台 很多中老年人都爱看 把这个发音都带过去 那边让孙洪雷唱皮六五 完全走贴近老百姓 市场画这条道路 这个跟张维萍原先相对阳春白雪的艺术风景 已经完全不搭界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是张维萍主导的这个 有的人都奇怪 说怎么张维萍拍前面都有情可言 那个《三强拍案惊奇》实在太俗了 怎么张维萍能拍这个片子呢 因为为了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活 张维萍把拍片的事停了三年 满城接待华人奖之后没拍片子 新华面影业公司张维萍的公司 只做你张维萍片子 这三年就没业务 张维萍觉得对不起张维萍 所以之后就按照张维萍的意思 找小沈阳这方春晚上的红人 传了这么个电影 《三强拍案惊奇》 电影《三强拍案惊奇》 引发无数热议 在许多人质疑张维萍的艺术水准的同时 影片票房飘红达到了2.6亿 一个是商人对商业大片乐此不疲 一个是导演对艳影有着自己的坚持 这点距离是不是预示了这对黄金搭档 日后的分手 老梁观世界正在为您播出 张艺谋改回来了 那么两个人在这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分道洋标的迹象 但是一直到金灵十三拆 票房不加之后 两个人矛盾在全面爆发 就是张艺谋坚守的东西 跟张艺平坚守的东西 开始出现了摩擦 在金灵十三拆 如果最后票房达到预期的十个亿 也倒罢了 最后票房才六个亿 而且张艺谋冲击奥特卡最佳万一天 这时候两个人对于片子的内容和选角 出现很大分歧 张艺谋坚持的东西 张艺谋认为不市场 而张艺谋坚持的东西 张艺谋认为没品位 所以两个人一点点这分歧越来越大 最近就传出来分道洋标的情绪 张艺谋与张艺谋分手后 各种话题接踵而来 媒体和公众都在拍摄 张艺谋的下家到底是哪 他的下一部作品 是否能够回归到当年的艺术坚持 2012年8月 由媒体爆出 张艺谋准备打造文化产业基金 已经募资了20个亿的消息 或许这是张艺谋自立门户的信号 那么我倒觉得这个过程 尤其对张艺谋来讲 不见得是坏事 对张艺谋来说也是 张艺谋新画面影业公司 只经营一个人的债益 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矩 他可能今后如果接着干电影的话 他会有更广阔的选择 那么对于张艺谋来说 跟张艺谋分道扬镳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他接下来再找一个 类似张艺谋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不难 有张艺谋这块牌子 他是不是可以更加自主地 在自己的艺术操守坚持之下 拍出更好的片子里 能够回归过去 我们看到的 他拍活着的时候的 那种人文关怀的水准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应该对张艺谋有种期待 我们希望他尽快地 回到这个轨道上 感谢观看